也還有我們的教英文 那我們現在先跑到這邊來 OK so what we're gonna learn today 我們今天要教的 我不會全部教完喔 嗯 我不會全部教完 但我們今天所教的會是 啊 打噴嚏了 Sorry bless me Thank you I'm not crying I'm okay OK 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是 句子 那通常我之前都教你們單字 那現在我們就改句子來教 A bit lag Oh my god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my computer 我不知道我電腦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能 我應該裡面有存太多 東西 然後沒關係我趕快把這邊弄完 應該是差不多 嗯 so 我看 其實呢 我看很多電影 I actually watch a lot of movie or songs or everything 啊臭了啦 嗯 所以呢 我要跟你們講 男生女生在這邊 告訴你們 如何升級你的靈魂 你說 娘娘我們沒有你那些經歷 我們沒有去過這麼多地方 怎麼辦呢 簡單 多看電影 你多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你就能夠 從電影裡面 啟發很多不同的想法 從電影裡面看到 很多不同的世界 知道了嗎 可能是 可能是 Hey Vega What's going on 啊 完蛋了 感冒了 哦哦 好 那 hello show 哦 第一次看到娘娘 真的是第一次來看我嗎 show 我好像之前看我的名字 OK 那所謂的電影裡面 其實有些句子呢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 有意義的 所以我今天 不僅會跟你們講一些些的電影 然後 下次我可能 做一個電影的探討 然後 來討論一下 你們看到了什麼 OK 多看娘娘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一樣會增長 OK So 第一句話叫做 The greatest thing you n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全世界最最棒的東西 是你永遠 就是 你永遠 你能學到的 在你的人生之中 最好東西你能學到 就是被愛 就是去愛人 to love 去愛人 OK 在你的人生之中 最好能學到的東西 就是去愛人 The greatest thing you n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然後 得到愛 你知道其實得到人的愛 是很難的事情嗎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去愛人 因為我們自己有決定 我們可以控制我們自己 Right 所以呢 喔 DU Z 666 新觀眾 哈囉安安 所以呢 當你的人生之中 有人愛你的時候 因為你不能控制他們嘛 你不能控制他們愛你啊 你又不是娘娘對不對 OK 所以 不要勒 當有人愛你的時候 這是多麼多麼多麼 多麼美麗的一件事情 是你無法去控制 而他們是 自己來愛你的 So The greatest thing you 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那這句話是從哪裡來的呢 有人知道嗎 沒有我告訴你們 禮拜五學測加油 我剛句話超猛超猛的 OK 這句話是來自Moulin Rouge 紅魔坊裡面那部電影 如果 你們還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好久了 如果你們還沒有看過那部電影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是 Nicole Kidman 尼可基曼演的喔 那他這裡面 我從這裡面找出了這個句子 The greatest thing you 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OK 第二個 我所要教的是 I knew it was a great mistake 我知道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錯誤 是一個很棒的錯誤 為什麼錯誤又會很棒呢 What mistake 什麼錯誤呢 For a man like me to fall in love 就像我這樣的男人 陷入了愛情裡 OK 就像我 我告訴你有沒有 這幾個字很厲害啊 你們不要在那邊雷了 你們怎麼知妹 有沒有 有時候 在自己的Facebook上就PO這一句話 有沒有 然後妹子就會覺得說 哇 你好有深度喔 或是 怎麼讓男生喜歡你 妹子們 在我看她的妹子們 怎麼讓男生喜歡你 你要讓他對你有興趣 對你產生興趣 OK 我等一下講完葵花寶典 一次直接來 OK I knew it was a great mistake 這是一個非常 棒的錯誤 For a man like me to fall in love 就像我這樣的男人 陷入了愛情裡 你有沒有覺得這句話 你可以想一下 他前面是用 Great mistake 這是一個很棒的錯誤 錯誤又會很棒 他這個整個調配的非常好 Alright 不用全Post選一句就好 選一句覺得最符合你的 Alright 所以呢 再來 這句話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句話是從 The Great Gatsby The Great Gatsby 是小 大亨小傳 李奧納多演的那一部戲 那一部電影其實 我在我高中的時候就讀 國中的時候就讀過這本書了 那我覺得 Leo真的是把 裡面的角色 還有他裡面 整個 整個電影 他拍得非常好 然後裡面的故事就是 真的寫得非常的深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有什麼感觸 可是我看了就有很多感觸 所以 你們可以去看看 OK Hello Brazil 邊健身邊看完 好棒喔 沒錯 李奧納多皮卡丘 那部電影也非常好聽 沒錯沒錯 Not here wax 所以 他就說了這句話 I knew it was a great mistake for a man like me to fall in love 再來他還有一句 非常有名的 就是下一句 I knew that when I kiss this girl 我知道 當我親這個女孩的時候 when I kiss this girl it would be forever wet to her 當我親下這個女孩的時候 我就知道 對她來說 我就是她的終生伴侶 Wet就是 Wedding的意思 OK 就是婚禮的意思 那在這邊使用上就是說 當我親下她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是她的終生伴侶的意思 Alright 葵要保底還沒開始 等這個用完 所以這也是來自 Great Gatsby 的 I knew that when I kiss this girl I would be forever wet to her 我知道 當我親下這個女孩 我就會變成 對我來說 這個女孩就是我要的那個人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 當你遇到一個女孩子 你就想說 Oh my god 是女孩子 有些女孩 我之前很早開台講過 有些女生 你看了 你就只是想要跟她來一炮 短暫的浪漫 但是有些女生 當你碰到她的時候 你是多麼想要呵護她 你就是想跟她做愛 就是想要好好的把她捧在手心裡 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呢 I wish I know how to qui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ut don't use that on me Silly Yes, it's from The Great Gatsby I'm telling them Some movies Some movies They are from Moulin Rouge The Great Gatsby Some other movies So I'm trying to tell them Well, as well introducing some movies for them to watch Because I believe for me If you actually do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You want to upgrade your soul Watching movie is a very good way And also listen to music Like different type of music Try to feel Try to be in it It's a very good way for you to upgrade yourself 吞什麼飲料啦 同在手心 顧名思義 做愛 就是因為有愛才要去做啊 那其他就叫做短暫的浪漫嘛 喔 Lay 真的很雷 太雷了 有啊我碰過 可是他結了婚 嫁一個月不疼他的男人 OK 那你就Hold住啦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所有事情發生 都一定有他的原因 懂嗎 那 這個的話我就只能跟你們說 未來的事情誰也不知道 我本來去年就要搬回美國了 可是你看 你看我搞不好之後要搬回台灣 誰知道 未來是你永遠不知道 你只能珍惜現況 你只能Enjoy right now You never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in the future 所以你只能珍惜現況 享受現況 OK 所以我先教這三句 今天我先教這三句 The first one 第一句是 The greatest thing you'll 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 in return 第一句話 第二個 I knew it was a great mistake for a man like me to fall in love 第三個 I knew that when I kiss this girl I'll be forever wet to her How can that be? Oh my god 下班看娘娘 上班也是看娘娘 Oh my god sleep whores Oh my god Mua Good 我竟然跟娘娘同一時間說雷 哈哈哈 有沒有這麼雷啊 Right 所以你們現在就知道了 OK 今天我們先教這三句 明天我們再繼續啦 因為這個有點長啊 那其實我是想要跟你們介紹 我希望你們先去看幾部電影 就是我推薦 然後譬如說 The Great Gatsby 大亨小傳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的話 下次我們可以來講一下這部電影 然後順便把你們帶入這個情節裡面去 OK OK 那 要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主題了嗎 首先